有网友问周杰伦带的这款彩虹迪通拿是假表吗 其实这款表盘全箱钻的彩虹迪通拿我也没有见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 哈喽大家好 这是Liu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是另一期的明星与万表 应广大网友的要求 我们来聊一下周杰伦佩戴过的一些万表 那么以目前杰伦在娱乐圈的地位和他的资产来说 我觉得他佩戴任何一款世界顶级万表都不夸张 也一点也不过分 但是因为杰伦是低多品牌在亚洲区的代言人 所以在公众场合 我们只看到过杰伦佩戴一些地多或者劳力士品牌的万表 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聊一下 杰伦所佩戴过的一些地多和劳力士品牌的万表 那么既然要聊到地多这个品牌 首先要聊一下它和劳力士的关系 在1926年 瑞士的一个钟表经销商叫做Winwood de Philippe Woodrow 注册了The Tudor的商标 此后被劳力士的创始人Hans Welsdorf 从经销商处取得了商标的独家使用权 在1946年 Hans Welsdorf创立的地多表公司 创立这家公司的初衷是想推出相对劳力士价格更亲民的万表 来让更多的人可以买得起自己品牌的万表 到了50年代 地多推出了它的首款潜水表 这款表精准耐用 而在可靠性和防水性的方面 均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并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面多次进行改进 以满足各种不同的潜水需求 当时地多的潜水表和劳力士的水轨共用了很多配件 包括表壳 表链 纸针等等 在早期地多万表的部件上面 比方说它的表冠 表背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劳力士的皇冠的标识 所以在现在很多劳力士的收藏家去收藏地多的古董万表 也是为了追寻劳力士的一些历史和它的一些原始的部件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 地多的手表一直使用的是瑞士ETA生产的通用机芯 没有自己的in-house movement 一直到2015年地多推出了它的自产机芯 MT5621 手表在走时的精准度和稳定性上 也不亚于劳力士的机芯 而且在设计上也比劳力士更加大胆 受到了很多入门表友的喜爱 但是地多作为劳力士的小弟 只要大哥还在 小弟就永远会是小弟 虽然他会不停地紧跟着大哥的脚步 但是他永远不会生产跟大哥一模一样 同样等级的腕表 来抢占劳力士的市场 OK那么下面我们就聊一下 杰伦一共佩戴过哪些腕表 下面这只杰伦佩戴的腕表 是地多的Glamour Double Date 代号为M57100 是42毫米的表身直径 这只腕表是地多Classic系列的一只腕表 属于一只比较休闲的症状腕表 这只腕表有两个复杂功能 一个是它的Small Second 这个在很多症状腕表 和一些高端腕表里面都有见过 在基金设计上 把秒针从中轴脱离 独立出一个小的转盘 大部分这种腕表 都会把小秒针放在6点钟的方向 也有些品牌 会把这个Small Second 放在3点钟或者9点钟的方向 另一个复杂功能 是Double Date的显示 通常具备日期显示的腕表 在表盘的第二层 后面有一个转盘 显示1到31的数字 每过一天 转盘会转动一格 但是这只腕表采用的是双数字的显示 就更加的复杂 表盘下层是两个数字的转盘 只有个位数字从9转到0 才会激发10位数字转盘的转动 这只腕表有出金属表链和皮质的表带 而杰伦佩戴的这款是金属表链 可以看到这只腕表的表链 有点类似劳力士的Jubilee表链 但是它的每个link之间 几乎没有任何的缝隙 比较平 相比劳力士的Jubilee 少了一些优雅 但是多了一些粗犷的感觉 另外这只腕表使用的机芯是Tudor的自产机芯 MT5641 是一款经过天文台认证的机芯 所以它的价格要达到3525美金 可以以这个价钱买到一款 具有小秒针 双日利显示 经过天文台认证的自产机芯的腕表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 下面我们看到杰伦佩戴的这只腕表 是Tudor的Royal 它的代号是M28600 这只腕表是41毫米的表身直径 也是一只正装腕表 具备星期和日历两个显示 这个款式跟劳力士的高端腕表Day-Date很像 三点钟的方向具备日期显示 十二点钟的方向具备全字符的星期显示 表圈也做了一些竖线和抛光处理的间隔 相比劳力士的Day-Date和Day-Just 它外面的牙圈是18K斤的表圈 这只腕表是全不锈钢的 这也是我跟大家说的 D-Date虽然会借鉴和吸取劳力士的一些经典的设计 但是永远会和劳力士保持一个档次上的差距 这只腕表使用的机芯是Calibre T603 并不是一款经过天文台认证的机芯 所以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 只要在2325美金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结论配戴的这只腕表 是一只非常经典的D-Date潜水表 叫做Black Bay 58 Blue Dial 它的代号是M790-30B 这只腕表是D-Date在上一年推出的 全新配色的Black Bay 58的表款 在我们频道之前的影片有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过 它的表身直径是39毫米 非常wearable 基本上适合任何手腕粗细的人来佩戴 它采用的是蓝宝石的镜面 外面是铝圈 里面配备的机芯是Tudor的自产机芯 MT5402 也是一款经过天文台认证的机芯 储能时间要达到70小时 它在美国的售价是3700美元 这只腕表在上一年刚推出的时候 也是一表难求 二级市场一段时间价格高于原价 但是目前价格比较平稳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购买的一只入门级潜水表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结论配戴的这只腕表 是一只即时马表 同样是蒂多的Black Bay Chrono S&G S&G的意思是Steel and Gold 是一只半斤款式的腕表 一半斤一半不锈钢的配色 这只腕表在美国的售价要在7000美金 它的一大特色是这只腕表使用的即时马表机芯 叫做Caliber MT5813 同样是经过天文台认证的一款机芯 这枚机芯是百年龄为蒂多代工生产的一枚机芯 就是基于百年龄自家的B01的机芯 是一款Column View的即时马表机芯 非常的经典 从这只腕表的外观上看 41毫米的表身直径 它的配色是不锈钢黄金 加上黑色的表盘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跟一款黄金版本的迪通拿非常像 但是要注意这只腕表上面黄金的部分 很多的部件都是包金 并不是实心的18K金 可以看到这只腕表的表冠 跟其他Black Bay的表冠差不多 都是非常大oversize的表冠 其实杰伦还带过一些其他帝多品牌的腕表 但是在这里面我只挑选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帝多腕表 来给大家介绍 下面来跟大家看一下杰伦配带过的两只劳力士的腕表 下面看到的这只腕表是一只劳力士的古董表 是一只全黄金版本的Paul Newman Daytona 18K黄金的保罗纽曼迪通拿 它的代号是6264 这只腕表非常的稀有 在目前来说 基本上你有钱也未必能买到成色非常好的 这只黄金版本的Paul Newman Daytona 在之前的拍卖会上 同样的这只Paul Newman黄金版本的迪通拿 被拍出了130万美金的价格 下面我们看到杰伦配戴的这只表 是一只彩虹迪通拿 杰伦有一只非常好听的歌叫做彩虹 我觉得这只彩虹迪通拿的配色 和杰伦平时的穿搭和它的气质非常的搭 那么劳力士的彩虹迪通拿 受到很多明星搭腕的喜爱 上一期关于派伟博的腕表 也有看到过韦伯 佩戴过一只玫瑰金的彩虹迪通拿 我们同时也看到过很多国际明星 比方说Paul Malone John Mayer Kevin Hart Bickham 都有佩戴过这只彩虹迪通拿 那么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劳力士在2012年推出了两款彩虹迪通拿 分别是黄金和白金的版本 它的表圈都是彩虹色的宝石 表盘都是全黑色的 它小时刻度的标记 同样采用的是彩色的宝石 在2018年 劳力士才推出了玫瑰金的彩虹迪通拿 表盘同样是黑色 没有钻的表款 这只腕表的原价 大概要在10万美元左右 二级市场的炒价要达到40到50万美金 而杰伦佩戴的这只彩虹迪通拿 看起来有点像黄金的版本 而且它的盘面上是全钻 我目前没有见过劳力士原厂 有出过这款全钻表盘的彩虹迪通拿 所以这也是有一些网友 为什么说这只腕表是假表 但是我们普通人没见过这只 原厂的全钻表盘的彩虹迪通拿 也不能说劳力士没有出过这只表 也有可能是我们真没见过这只表 另外也有可能是以杰伦和劳力士的关系 它拿到的是一只更加稀有的彩虹迪通拿 或者这只腕表就是一只后加钻的腕表 那么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后加钻的劳力士腕表 我们在市场上也看到很多后加钻的腕表 叫做aftermarket damon 比方说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一些跟彩虹迪通拿样式非常激进的表款 这些腕表可能也是真的劳力士腕表 它是真的表壳表带和基金 但是上面的钻石和宝石是珠宝商后来加装上去的 像这种后加钻的腕表通常不会拿全新的腕表来做 通常都是拿老款或者旧表来加这个钻石来做 因为如果直接改新表会非常的不值 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购买这种后加钻的腕表 一个是它的做工 钻石质量得不到保证 一定远不及劳力士原厂的做工 另外今后的转卖价格 甚至要不如后加钻腕表之前的价格 并且如果今后你的腕表需要做service保养 如果你的腕表上面有加装aftermarket的钻石 劳力士会拒绝给你做service 所以很多后加装特别表盘上面的钻石 它这表盘也是假的aftermarket的表盘 如果有一些人需要保养自己的腕表 他需要找人把上面的表盘换成原来的表盘 然后再寄给劳力士去保养 然后再把带钻的表盘换上去 非常的麻烦 OK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 记得一定要给我的影片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在今后的影片 大家希望我聊哪些明星的问表 也希望你给我的影片留言和给我私信 Alright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